前方路口 婦人執行 就是右側一台摩托車 急駛而來 幾乎沒有煞車跡象 將婦人連人帶車給撞飛 人還在地上滾了好幾圈 倒在路旁 動都動不了 附近民眾聽見 立刻幫忙報警 婦人傷勢嚴重 左膝蓋開放性骨折 腳腕粉碎性骨折 開刀治療 兩個月過去 到現在還無法行走 當現在它動到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有車子過來 因為我騎三四十而已 對風 他可能七八十跑不掉了 造勢的原來是一名十七歲少年 原來他偷騎家中摩托車上路 還把人給撞傷了 婦人說住院期間少年曾到院探望 包了兩千塊紅包 但從此不聞不問 事後主動聯繫 要求一百萬的排償金額 但對方家長直接擺明無力排償 要管就管 警方有心理準備要讓小孩子去關了 在地人都會知道會慢 會車禍應該都是外地人 警方說婦人執行於主幹道 少年必須禮讓須負起造勢責任 而夜心婦人提出一百萬的 排償金要求 雙方無法達成共識 只能走上官司意圖 解決魔徽 江華報導 妥責任